這是一場史詩集的成戰 居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好笑的是他們並非因為利益而反目 而是沒有敵夢想要攻城 導致大家太無聊為了尋找刺激 居然聞起了友誼賽 而且還人人都有參加獎500鑽石 天堂W要搞到付錢大家才願意出戰 低迷的人氣還有舊嗎 對於想要氣坑的朋友來說 黑暗妖精是最後的一道光 自己死趁硬掛就是為了轉這個新職業 現在他來了天堂W要迎來清氣象啦 但更新的那天搞笑了 說話這倒完全沒有新手誕生 黑暗妖精掀不起玩家的熱度 會練的幾乎都是老屁股 原本是騎士或火藥的課長花錢轉職而已 難道是這個職業太廢太沒特色 雷森大雨嶺小嗎 我自己也搞了一次來試試 說真的有心動的感覺 健康的身材人業的臉龐 光是這個美術就有練的價值了 但爽眉雞毛就後悔 變身系統又把角色弄成不能看 舞科就只能用醜醜的外型來玩 喜歡黑妖大的朋友基本可以氣坑了 說幾次了 人家隔壁紅都可以看妹看爽爽 天堂W什麼時候要改啊 但還有公術夠誇張 對於追求戰力的朋友依然有吸引力 繼續給他貫注愛情練起來 可是想要學魔法的時候又撞牆了 明明是白綠等級的垃圾技能水晶 拍賣就掛著天價想要割韭菜 遊戲的生態實在太噁心了 勸退的理由又多了一個 老手都受不了難怪新手進不來 不過能待在天堂的都不是簡單人物 技能貴就當城市投資 角色練起來不怕無法回收 頂多在夢島多打一些材料奶去賣就好 黑妖這種PV特化的職業 長大之後不怕被欺負 值得大家愛好者花錢培養 等等說到天堂W的對聯戰 那就是天下偶攻微傳全不破 再高的等級再猛的神裝 只要飛走對方就奈何不了你 沒有運氣根本只能做白弓 那黑妖有這一招嗎 啊有個差不多的 不能暈但是可以讓對方不能跑 安心啦 這樣PK就能捏死對方了 什麼是高階技能啊 那就跟無課沒有關係了 沒花錢想打住人的話 還是用騎士吧 天堂W工作是很猖狂的 劍戰練功沒清場打不到怪 想對付自動飛手的掛技 熟悉的衝擊之雲最對位 所以黑妖精在PVP這一塊太難發揮 免費者也根本玩不起來 那我專心練功不問江湖是總可以了吧 雖然近戰搶怪困難 但有些點比較冷門沒人練 過著那邊也是可以長大啊 偏偏這就是天堂W最爛的地方 把角色練起來能幹嘛啦 線上遊戲要留住人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目標 長大之後可以變成時期 或放大絕之類的 一想到自己培養的人物能變超猛 練功也就不辛苦了 等天堂W把這種獎勵都放在上層了 過得再久的練得再高 抽不到卡片永遠都是小綠便 打得慢長得又奇怪 讓人奮鬥的心都沒有了 更別說那些遙不可期的天價技能 少了可以展現職業特色的絕招 練什麼都是在普攻啦 所以越高等的人反而越想退坑 因為他們已經看不到希望了 再玩下去也只是怪越強掉保率越低 生存更多禮包而已 反而是不上不下的人還有夢 覺得自己有聽也能成為一方之霸 傻傻地邁向無間的地獄 綜合結論 黑妖不出大家還有期待 登場的反而讓人看破天堂W的手腳 那些美好的職業能力 通通不是屬於我的 所以恭喜沒有玩天堂的朋友 你沒有入這個大蘭坑真的太好了 牛肉湯耶 我的天啊 用料超風的炒飯 哇 這一看就知道很爽 先來一口肉 焦焦香香 嫩嫩的 見識一下他炒飯的功力 蛋香 醬油香 炒過的焦香 組合得非常好啊 很快樂 真的爽 重頭戲來了 先喝一口湯 很清甜 很爽 很清甜 很爽口 關鍵的牛肉來了 滑 甜 太濃味了 基隆現在下雨 冷冷的 喝上這麼一口 沒有了 是否很爽口 哇 清明大洗滴呀 那邊也是 消滴腳 還不錯呢 再放 rise 中午 矮酒 中午 早上 細酒 中午 早上 七口死 中午 矮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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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